馮瑩瑩和鄭遜峰的飛聞 差不多全足一年 雖然兩人一直堅稱 彼此是朋友及同事關係 但外界對他們關係的猜測依然不斷 最近又有傳因為女方 拒絕公開戀情而鬧不快 還說瑩瑩和Lennon 在電視城吵架驚動島高層 兩人最終不歡而散 連朋友也做不成 這天瑩瑩為年輕人聊天 開工時也有回應 我覺得這些都是挺搞笑的報道 因為我和Lennon 大家是朋友、同事 其實專業的又怎會在公司範圍內 有任何所謂的爭拗 我和她都沒有特別在關係上 都要有甚麼爭拗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一些誤解例 例如我們一起合作年輕人聊天 有時候可能談到一些稿、貼文 怎樣做 我們可能會有些想放一些 劇情的效果 可能兩個人總之不像笑著聊天 其他人都以為 是不是有甚麼事發生 很凝重 其實我們真的很認真 是的 凝重地在談 例如一些稿 或者是怎樣去做事 所以哪有這麼多 這麼嚴重的喊 高層的故事就不是了 當然不是 其實大家不時回來公司 都會找自己的經理人 例如我們經理人是樂小姐 都會找她去聊天 或者更新一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可能外界看上去一點誤解 除了分手傳聞 最近亦有報導指 瑩瑩的舊愛 鍾文浩 月底就會跟女友拉近天窗 不知道感情依然未有著落的瑩瑩 早前作客節目 天天開運黃錄影時 有沒有請教師傅如何催旺桃花 Jill多問一些 關於我接下來的事業發展是怎樣 我也有問過她 接下來是頒獎禮 1月10日 我很高興 有份角族最佳女主角 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等等的獎項 並且同時擔任當晚的MC 即C2 都會問她們 我那晚會否特別的戰衣是甚麼顏色 配戴甚麼珠寶 可以 透露現在的戰衣 你每年都很厲害 今年頒獎禮也非常特別 而且隆重 對我亦異議重大 第一次提名事後 又有份第一次當MC 所以準備了很豐富 和華麗的服飾應付那晚 希望大家會期待 而另一位當事人Lanan 最近亦因為在社交平台 發出不少帖文 當中包括 家企天花板和操機照 鼻子變得多仇善緊 而且靠做健身自情相 對於大家種種猜測 Lanan也有一天澄清 我看到報章雜誌寫說 我很灰心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我也是提起了看書的習慣 試圈是甚麼原因 之前工作期間 跟丁智朗聊天 因為她的人很成熟 跟她聊天 問她平時書界 一些工作上的壓力 她說試試看書 然後介紹了一些書給我看 我馬上去書局買 買完之後 好像有些心靈雞湯 決定在網上跟大家分享 完全沒有其他你們所揣測的意思 所以我們說 其實今次的新聞出來 會否影響到我們的相處 或者關係 其實從來都沒有 看到接下來的獎勵日子 你也有幫她拉票 這是必須的 為甚麼幫她拉票 幫她拉票 變相是幫自己拉票 當然她會有《反黑路人甲》 影響到《反黑路人甲》 裡面的角色獎 還有《最佳女主角》等 這些獎項 當然她要幫她拉票 另外在非戲劇方面 年輕人聊天 同樣都有提名 幫她拉票 即是幫自己拉票 所以這樣說 希望大家都投我們一票 今天也是那句 我們其實真的沒有受 這些報紙、雜誌、新聞 影響到我們的關係 大家已經合作得非常愉快 今天仍然在一起工作當中 而且說到頒獎禮 自己也是第一次參加頒獎禮 所以心情有點興奮和期待 還有要做一些準備的措施 就是怕冷的 穿瓶嶺等多點暖包 這是準備功夫